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的课题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所以探究清楚 就在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原大金控 策略长吴杰策略长来到了节目的现场 策略长您好 我也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不要以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来请看 这张资料呢是国发会的统计资料 您知道吗 现在是2022年 换句话说 2025年 哎呀 在三年的时间 我们台湾就进入超高龄社会 这是我刚刚口中的 每五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高龄者 长者 而且呢 也许讲到这 您不太清楚 我们先来看一下定义了 100个人当中有7个是长者 再叫做高龄化社会 65岁以上的长者 100个人当中有14个 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 叫做高龄社会 我刚刚讲的超高龄社会定义 就是100个当中有20个 那不就5个当中就有一个 是65岁以上的年长者 而且呢 重点第二个在这了 看仔细 你看哦 我们高龄化社会走了25年 可是高龄社会只有短短7 来到了2025年 先说现在2022年 我们就处在高龄社会 100个人当中就有14个 是长者 65岁以上的 现在年长者 7年 25年 7年 到2025年 你看就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了 你不觉得第二个重点是 为什么我们年长越来越老 在这个速度 是在加快当中哦 还有第三个重点 跟您做一下提醒呢 很快的 到了2055年 根据国发会的统计 台湾就成为世界最老的国家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老人占比 39.3% 大过了美国 欧洲跟日本 日本才38.4% 我直接问一下策略长 请问 为什么我们台湾 总人口数老得如此之快呀 我想今天这一集非常有趣 那为什么讲非常有趣呢 大家一看到这个高龄化社会 退休理财呢 大家直觉上讲 特别是年轻的观众朋友呢 就会觉得说 这个不管我的事情 但是呢 我想刚好相反了 我们今天这一节的节目呢 最值得看 最需要看的人呢 其实是比较年轻的 这个观众朋友 您有听懂吗 来策略长来请上来 刚刚策略长讲说 今天这一集 一定好很多人在乎 因为我们都已经借铃到退休了 刚刚策略长私下来 跟我在聊说 我们在座有摄影师 导播等等 五个就有两个 是年长者 不就是 现在还没有发生 我们两位是比较有可能的 您刚刚讲到了 为什么呢 台湾呢 很快在2025年 再三年 就进入超高龄社会 那是因为呢 现在出生人口数是 越来越低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现在的人越活越久 一开始的图卡当中呢 瑞涵有特别提到 2025年开始呢 我们进入这个高龄社会 超高龄社会 那您这个定义就是 65岁以上的人超过百分之二十几的时候 那这表示什么呢 2025年的65岁以上 表示他是1960年出生的那个人 对 事实上所以说台湾在1960年代开始 70年代 80年代呢 您可以注意看哦 一直到90年以前 90年代之前呢 我们每一年新生的婴儿数呢 都在30万以上 那我们大家可能知道了 我们再来看1970到80的这一段呢 几乎平均每一年都是在40万人以上 我先跟他做点补充 刚刚呢 策略长有说 这个横轴呢 就是1970 走到我们现在的去年2021 纵轴哦 所指的就是每年的出生的人口数哦 所以1970到1980 平均每年出生40万人哦 是的 哇 好呢 那随着历史的眼镜呢 一直走走走 突然呢 我们台湾的新生婴儿数呢 出现了雪崩式的下跌 那个的第一年呢 是发生在19 应该是98年 99年这一段期间 对 这个地方 差不多到这个地方 就开始呢 开始陆续一直往下跌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个其实我坦白讲 我们当时的政府的这个新闻上 第一次出现 扫子化这个字哦 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是哦 到了公元2000年以后 就是我们现在在图表上 看到的这一段呢 糟糕了 你就会发现到了 我们的人数呢 已经是这个雪崩式的下跌 下跌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我们 今年没有猜错的话 大概只有15万人 我们先把这个表 刚刚策略长一带 我怕你们还不太理解 它的重要性 你看在这段时间 1970到1980 平均每年我们国内的出生人口数是40万人 从此之后 1983左右 82左右 一直往下掉哦 掉到刚刚策略讲到的关键年 策略长说 1998 1997之后呢 这个雪崩式的往下越升越少 去年我们已经降到 出生儿只剩15万人 2000年之后哦 出生儿直接腰斩 从40万变到20万水准 那请问 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都不做改变 我们台湾会怎样 好 我刚才讲了 一个出生率很低 第二个呢 这个寿命变很长 对 那这个就会进入到一个 我们在这个图表上非常有趣的 人口结构图 当人口到了1996年的时候 1996年这一年呢 他们是20岁 当时的台湾呢 这些20岁的年轻人呢 他认知的人口结构呢 想象中的人口结构 是一个金字塔型的 没错 就是越下沉的人呢 越来越多 那年纪大的人呢 就慢慢到了 70、80岁 可能就慢慢就往生了 所以我们社会上 要去养他们的这个压力呢 不是很大 没错 这个是在1996年那一年的状况 这个呢 就是刚策略讲的这一段 因为呢 新生儿很多 所以这边年轻的新生儿 这个地方人口占比很多 可是呢年长者呢 其实没有活到那么久 所以人口占比就偏低 这个比例是以前的状况 是的 那我们再来想一件事情 那请问1976年的人 什么时候开始要进入 要退休的 要思考 就是已经要退休了 我想再怎么弄 70岁也差不多了吧 对啊 那也就是2046年 差不多吧 我们就把时间 时光隧道呢 挪到2046年 对 那个时候的台湾的人口结构呢 长得是这个样子的 2046年那一年呢 这个19 我们刚刚讲 民国65年次的人呢 在2046年呢 已经到70岁了 可是呢 他看到的 我们讲一个社会上 请问是 任何一个社会 都是什么人在支撑这个社会 年轻人 大概30到40岁吧 对因为呢 30到40几岁哦 体力很好 而且养家庭啦 工作啦 兼差啦 都不打紧的 而且呢 真正在负担这个 全民健保跟 国民年金的 也都是3040岁的人嘛 好 那我们就来讲了 2046年的 3040岁的人 是哪一年出生的 2006到2016 差不多吧 对对对 那我们再来看 2006到2016这一段期间 我们台湾每一年出生的人数 是只有20万人 好 我这一章呢 要结束掉之前 要跟策略长 要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 大家看仔细了 现在出生人口数 是很少的 因为40万 30万 20万 出生的人很少 慢慢这些的 小朋友婴儿长大了 长大的这边的数量 也很少 不过这些年长者 是你要养的 年长者 其实不用工作 我有钱可以退休 可是呢 政府支出的负担 却变重了哦 但是呢 真的让国家 可以撑住经济的 这一群人却变少 所以他上面养的负担很重 这边呢 经济贡献的却很少 这种倒三角形的 对经济是扣分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我们就赶快往下一张走 请问 如何才能够 满足退休生活所需要 我们从年轻开始 就要帮自己 存好一笔钱 讲得好 可是存钱呢 这个都有一个 我们市场上都有一个 叫做投资报酬率 假设 那我们就假设了 如果你是1% 3% 5% 8% 就是每一年的报酬率 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假设你是定期定额 每年投入20万 从30岁到65岁 投资35年的话 那你就会看到了 你投资了 你每一年存20万 辛辛苦苦存了20万 存到20年之后 发现你只有800万 当然不好 那你如果说有3700万 你可能感觉就会 我当然要这一个了 是的 对啊 因为我30岁就开始做了 而且已经到65岁 存了35年了 对 那第二个 你如果是从这个 买了一笔什么样子的 这个商品 我们讲1000万 当然是比较极端的案例了 经过了20年 1% 3% 5% 8%的报酬率 你可以看到 当然是5到8%左右 是我们最希望追求的 对啊 对啊 对一个投资报酬率 好 那这一张 我要先问了 策略长 因为呢 我瑞涵如果现在很年轻 我就照策略长教我的 定期定额 每年投入20万 30岁开始做到65岁 因为你这边有1% 3% 5% 8% 以您统计这份的资料 我就这么做吗 因为30岁 20万 31岁 我再投入20万 32岁 我再投入20万 定期定额这样做 平均的这个报酬 我说均值就好 大概是落在哪一个区间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追求5到8% 我希望这个 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追到8% 但是你要如何做到8% 而且第二个是 你心中想的是8% 但是你拿到的却是1% 我听懂您的意思了 也就是我如果听您的话 真的这么做 但是呢 你有可能是这个 也有可能是这个 端看你的策略运用 是的 定期定额 讲的简单 4个字而已 可是定期定额 买什么标的 策略如何走 这才是签动 你到底是8%的3700多万 还是1%只有800多万 没错吧 是的 好那第二个我再问一下了 请问如果我钱不够多 因为现在30岁才刚结婚 又生了宝宝 我没有每年抽不出20万 我每年只有10万 那这样行不行 当然这个是每个人量力而为 可以吗 但是我个人会建议呢 年轻的时候呢 多努力赚钱 多几点钱出来 对 然后多储蓄 但是呢 储蓄的这个标的物 同资的标的物呢 尽量要找这种的 不要去找这种的 OK 明白了 感谢策略长 谢谢 谢谢您来请回座 还有40万个 另外呢 你看40万 30万 20万 到去年已经降到的15万 我讲的人口数是 出生 每年的出生人口数哦 人口数升的越来越少 那会形成怎么样呢 以前跟现在的人口结构图 就大大不相同 策略长一语道破 当时1996年的时候 这个的人口结构图 对台湾经济是好的 出生人口多 慢慢的这边年轻的婴儿 变成了青壮年30 40岁 成为我们国家的经济中流砥柱 可是呢 现在不一样了 来到了2046年 策略长讲到关键点 升的越来越少 升的少之后 你看 升的少 到这边人慢慢长大之后 他在这个地方成为 国家主要的劳动力贡献来源 但是人口数很少 反而老人家很多这个地方 会增加的政府更多的支出负担了 所以倒三角形的人口结构 是非常不理想的 这就是为什么 等这些人慢慢的已经长大了 之后呢 我们他要养我们吗 他也老了 现在退休都得靠自己 怎么靠呢 来很简单 也就是呢 第一个方法 定期定额每年投入20万 如果你年轻30岁 然后呢 投资35年就到65岁 因为我们计划65岁要退休嘛 如果你照这么做 你可以让你的投资报酬率高达8% 也可能只有低到1%以下 但是呢 这个差距3700多万到842万 只有这样 差距在哪 我告诉你关键在 你如何挑你定期定额 准备退休理财的标的 或者是单笔一笔钱 1000万投入之后 经过20年 是规划给45岁的 因为45加20不就高高65岁退休吗 如果45岁你刚刚有800万900万1000万 没关系 一笔给他投入 经过20年 你也可以达到 资报酬8% 4600多万哦 千万不要只有1% 但是如何做到这个呢 就在您的选取退休理财 选什么标的 但是选什么标的 礼拜天第二集再来讲 我先确认一下 策略长我刚刚的结论 正确吗 是的 大家策略长呢 太开心了 所以今天学到了 原来退休理财 现在人口结构数升得太少 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在想说哦 当标的要怎么挑 你得要先弄懂三大法则 如何先弄懂投资胜率高的三大法则 就是那个8% 哪一些的标的就听仔细了哦 所以呢 礼拜天明天 你就来追踪到底是哪三大法则 进行锁定咯 今天先来收看 我们再会 嗯 你看 金印尼 带签 镇 金印尼